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们每一个人每天离开不了生活 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忠于屋子的生活 更要忠于新娘的生活 因为我们一个人 有了以色住心的屋子 我们更后就要想到要谨慎的生活 就是我们要紫色啊 要读书啊 要爱情啊 当有了紫色的以后啊 又再想要求这个艺术的生活 所谓艺术的生活就是 就是我们要美感 要引药 要绘画 当这个艺术的生活也有了以后啊 就想要新娘的生活 就是要草原 所以因此我们有物质的生活 更要忠于物质的生活 也更要忠于新娘的生活 第二点呢 我们忠于严肃的生活啊 我们更要重视这个时间的生活 忠于严肃 所以说 由这个语言 讲说 人和人之间才能构逃 才能交流 但是光是这个语言啊 讲说构逃 而不构 重在自己啊 要能可以实践 你讲的道德 你说的慈悲 你能实践吗 你讲的仁义 你讲的道德 你能实践吗 第三呢 我们要忠于随缘的生活 也要忠于不变的生活 我们当然要随缘 但是我们还要忠于不变 所以要能不变随缘 随缘不变 有的时候 要随顺时间随缘 有的时候要不变 我们更要有地势 烦恼重于世路的生活 我们有失落 但要更要有真理的快乐 残余的快乐 所以我们生活的态度啊 第一 忠于物责也要忠于精神 第二呢 忠于营兽也忠于信心 第一 忠于随缘也忠于不变 第四 忠于失落也忠于放弱 尽于进入